来关心交通动线的问题 东区新时代百货旁的公车停靠站 平日有高达10条公车路线行径 但日前道路施工 标志标线重新划设后 新的公车停靠站和计程车等候区 只有不到8公尺的安全车距 引发计程车和公车争道的情形 另外同样是公车问题 南区中明南路上新建好的候车停 因为迟迟未通电形同虚设 地方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给民众安全的乘车环境 公车停靠近站 但距离计程车却十分接近 仔细一看地上划设的计程车等候区 和公车停靠虚线 安全车距不到8公尺 容易引发计程车和公车争道的危险情况 平日大概可以带七八趟客人 假日的话大概可以再十几趟 计程车跟公车挤在一起 这样很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公车能够往前面一点点 这样大家大概都会比较安全 我想建勤交通局尽速把公车 要停进来的站往前移 因为后面有四格停车 计程车停车格 跟他相接不到5公尺 这样如果公车要死进来的话 那计程车要出去很危险 民众依序上下车新时代百货公司附近 平日有高达10条公车路线行径 人潮正多 地方民代呼吁市府公运处尽快调整相关车距 确保交通动线安全无余 另外南区中明南路和南平路口的公车停靠站 去年底在地方争取下新建后车亭 但却迟迟未通电也引发地方不满 后车停已经在去年10月完成 迟迟到现在夜间照明都还不送电 让晚上等公车的人非常危险 南区中明南路和南平路口近两年内 增加不少新大楼住户 但却仍维持一条公车路线 地方呼吁不光是要尽速改善 也要增加公车路线 提升民众乘车意愿 才能真正落实绿色运输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不到